8周10到3月6日,夏宏东于上海网红运刀店FOY Annie, 北京卫英使用过期面粉,被警封查处已接近两年时间,但案件审理,一直进展缓慢。 近日,对于涉案法国独高点试卫图的Warrant 14,中国司法文件称其为留恒的判决终于宣布。 这位涉案师也接受了法国媒体稀不去世的独家采访,特立了他的近况和今后的打算。 2019年2月22日,涉案福丹的中国司法部门判决会行30个月缓刑,自2017年5月起,就一直被拘拉在中国。 对于涉案福丹来说,这段时间也许过于漫长。 涉案,新闻仅仅是最为面包店的顾问,且并不负责食品安全问题。 涉案福丹却承担了法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。 按发时,涉案法局老板不在中国,因此逃离了中国司法的审判。 在遇过了10个月的半审期后,这位法国面包师,终于等待了自己的审判结果。 这对于为他忙前忙后调解案件的弟弟们说,也是个好消息宣判后,即可申请引渡。 涉案福丹也许可以回到法国扶行。 涉案福丹表示,中国的司法制度与我们的法国完全不同。 为了不落散这一制度,他决定接受中国的司法审判。 也对此次审判结果进行胜负。 如今在放自由的情况下,涉案福丹透露自己远离去,被隔绝在一个大卫浴的房间内,看不到最大的镜头。 刚才问到这两年在中国,最令他感到承重的是什么? 涉案福丹回答,孤独不能工作。 他本人既不会讲中文也不说温语。 在勉强算是自由后,涉案福丹受到了许多并开感动的支持。 我必须说,在上海的法国人真的非常团结。 日复一律地支持我,更在经济上帮助我。 这令人难以置信。 这些法国朋友,向我敞开大门和新飞, 为我享受能得的家庭时光。 这就是我所想念的。 除此之外, 还有一个非政府组织,一直在保险和医疗上, 给他提供帮助。 这也是为什么,他的交流一直在努力让他回家。 对于云朗福丹来说, 他希望能够翻篇孤零在出发, 我只想翻篇。 和我的交流亲友,在法国重新开始。 那前来看, 并没有任何返回法国的日期确定下来。 那你就是什么。 你真是正确的。 by bwd6